随着加州旱情的严峻 不少民众面临户外用水的严格限制 为此有30年种植经验的 有机输果农场主廖大胜介绍 民众可以选择火龙果 苦瓜 巴勒 青枣等水果种植 他们不需大量灌溉且种植容易产量又高 火龙果它本身是非常非常省水 因为它那个根是浅根的 不会很深 一个礼拜我们只浇两次水 不能太多水 它那个根 它泡太多水它受不了 因为火龙果本身是亚热带植物 以这个切水来讲 种火龙果是最值得推广的一个水果 而火龙果可以种在桶里 能避免浪费水资源 浇水就不能在中午 趁热的时候不能浇水 我本身比较喜欢在早上 不然你就在傍晚 此外 白玉苦瓜也是既省水 产量又好的蔬果 截至目前 加州已经百分之百进入干旱状态 从六月份起 约六百万南加居民 每周只可户外交税一次 洛杉矶市则允许户外交水两次 新唐人记者李佳音 刘佳佳 加州夏威夷花园市采访报道